今天要來做的料理是 馬鈴薯海鮮濃湯 這樣子的濃湯非常的有飽足感 有蔬菜、蛋白質類 還有澱粉類通通都有了 還有濃濃的奶香味 要怎麼做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把海鮮總會燙熟 切成小塊備用 青花椰菜也燙熟 切小塊備用 馬鈴薯我已經事先用電鍋蒸熟了 這些沒有一次性的吃完都可以 冰在冰箱 然後下一餐要吃的時候再放進去 那我們開始 把蒸熟的馬鈴薯放進去機器 然後再燒1000CC的水 燒廢了之後倒進去 準備 準備 100CC的動物性鮮奶油 加進去 一起攪打 調味料的部分是 雞精粉 還有香蒜粉 還有洋蔥粉 因為我沒有準備洋蔥 那就用洋蔥粉來代替 那它會自動加熱 自動攪打 那煮到沸騰的時候 其實濃湯就好了 所以它濃湯的部分設定8分鐘 其實要看我們做的量 我做的量如果不多 其實不用8分鐘 濃湯就做好了 那濃湯做好之後 再把燙熟的海鮮 還有青花椰菜 加在上面 就像前面的照片一樣 然後再灑上喜歡的黑胡椒粒 不吃辣的當然可以不加 它已經沸騰了 所以我的濃湯已經做好了 加入鮮奶油 有濃濃的奶香味 那加入牛奶也可以 做好了 謝謝大家